上班,上班,上班,重要的话说三遍,没想到吧,在正月初期,我们又要开始了愉快的上班了。 但是除了上班,初期的这些年族,你肯定不知道,不出正月都是年,刚刚重回到工作岗位的我们,肯定是心情复杂。 正月初期是女娲造人的日子,所以这一天又被称为人日,根据战书记载,从正月初一到初期女娲创造万物的顺序,是一鸡二狗,三猪四羊,五牛幽马,七人八骨。 所以这一天就是人日,在这一天家长不能训斥孩子,也不能无等发火,要善待尊重每一个人,并且在古代,初期这一天也不能处绝半人,妥妥的人闻情怀。 人日的出现是为了银格天人感应这一理论,因为只有天人感应成真才能表示封建皇帝是真龙天子。 而天人感应真龙天子的理论,则是稀罕政治家董仲书的杰作,所以,随着君权神兽的深入人心,正月初期这个日子在古代欲罢重要。 从汉代单纯的祭祀战谱演化为一个综合的节日。 唐大的今月初期比汉代的更为隆重,唐大诗人高适的诗句,今年人日空先亦明年人日之何处。 这说明唐大的人日,不仅仅是大臣的祭祀与战谱,更多的是是亲朋好友之间的思念与感怀。 不仅如此在初期唐大皇帝,还会大宴群臣表示普京同庆,如果初期天气晴朗,则欲试着在新的一年中,人人都会获得好运气。 其实正月初期上班古来又知,古代过了初期年,亲人才能出去工作创新气,并且在初期这一天,人们不能出远门的待在家中吃拉果面。 这个面为何叫这名字,是因为初期吃面寓意着,春节已经过完,吃完这晚夜,人们就得安心开始工作,经过放松后的心灵,也必须整装待方开始新一年的奋斗与努力。 所以初期工作很正常,这是自古有之。 在这一天,人们还要待人生所谓人生,就是用各种材质,做成头饰,戴在头上,表示对人日的重视。 当然,初期除了吃面条,老王我还是更喜欢吃另一种美味,春饼。 春饼就是用白面炭成薄饼,与烤鸭面饼类似,不过加的不是鸭肉,而是十令蔬菜与烟熏火腿,一家老小春饼加菜边吃边聊起不美哉。 除了面条与春饼,在广东还流行吃七宝羹,就是用七种菜做成的羹。 广东潮山地区的七宝羹肉,芥菜,芥兰,酒菜,春菜,芹菜,蒜,后拌菜,熬制而成。 春节到了初期终于告一段落,虽然随后元宵节也是一波小高潮,但是,也没有春节期天节日氛围的陈后。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,过了人日,我们就算踏上了新的征程,开始新一年的大拼与努力。 正月初期的年俗多种多样,但是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示我们,趁结果完了,我们该收心了。 老王在祝愿各位看官,在新第一年里,顺顺利利和家幸福,才人广进万事如意。 作者,老王总是瓜简介,九龄后君宁,喜欢写作。 信仰坚定心中有国,传播君是历史正能量。 传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